嗨 大家好 這次我是要介紹這個遊戲給大家 這個遊戲叫做歐陸風雲 很類似三國之十二 但是它跟三國之十二不一樣 三國之十二它的土地太小了 雖然說 也沒有說很耐玩 但是這遊戲不一樣就是說 它是全地球的 全球性 就像一個國家要去征服一個國家 的那種 啊征服也沒有說很簡單的那種征服 它的那種征服 如果說你擴張太快的話 或是說你戰爭太多的話 會引起叛軍攻打人的首都之類的 這遊戲總之就是一個非常耐玩 非常耐耐耐耐玩的一個遊戲 如果想玩的話可以去點我下面 把Youtube上面的那個說明打開 我那邊也有提供下載網址 來看看這遊戲 如大家所見 這個是 很多都是你們沒有看過的國家 像是什麽 這個連非洲的國家都寫出來了 還什麽被叛軍佔領 你們有看到齁 非常帥 他把一個一個國家都給他寫的出來 啊不過呢 這遊戲 不是說很簡單 來請各位看看這裡 我們三國志十二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地圖當作一個基準 三國志十二嘛就是中國嘛 漢中啊 長安嘛 對不對大家都知道 就一塊一塊一塊的 大家都知道吧 玩過三國志十二應該都知道 不過這個一塊一塊的齁 大家看這邊 這邊東南亞啦 這邊啊 還要再坐船啊 這邊都是一大 一塊一塊的啊 所以這個遊戲如果你要征服全世界的話 嗯 花的蠻久的 時間會花的很久 更別說這邊啦 亞洲地區就夠亂了 大家看到這個歐洲地區 如你們所見 亂七八糟 來大家有看到齁 哈哈 這遊戲最耐玩的地方 就是說 它自由度很高 如果你是想要 如果你是選 俄羅斯這種國家 這個就是俄羅斯 這是俄羅斯的全身 莫斯科 其實都一樣啦 總共就是俄羅斯 如果你是選擇俄羅斯這種 人口 很多的國家 那你就不用選擇玩殖民地啦 就直接派兵攻打 想征服北歐啊 征服西歐啊 東歐啊 都可以啦 因為這遊戲它的那個事件 真的很多 我不是在騙你們 像你們看到這個地方 欸 亂七八糟的 大家都有看到對不對 其實這地方 是一個聯盟 這地方是神聖羅馬帝國 所以這裡面這些小國家 其實都是同盟一起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 神聖羅馬帝國 有獨立史的應該都知道 呵呵 還這些 嗯 我都知道的 如果說 你們選 選那種 弱小的國家 例如 葡萄牙 西班牙 啊 這是西班牙的前身 卡斯提爾是西班牙的前身 如果你是玩弱小的國家的話 你可以考慮 去 不攻打 考慮用殖民的 來擴建你的國家 殖民也是一種很方便的方法 大家都有看到 殖民嘛 這邊是南美洲啊 這些地方 如果你殖民的話 因為南美洲跟 南美洲有大 南美洲跟中美洲有大量的黃金 不過這些黃金幾乎都是在這個 原住民這邊 阿茲特克 阿茲特克那邊 如果你們有玩過 世紀立古的話 應該都會知道 阿茲特克 有許多的黃金 對 印加也有黃金 所以 這個遊戲的話 你用征服的 玩殖民地的話 多小國家玩殖民地的話 會非常的 持鄉 對 因為島上的原住民其實 我們歐洲人都拿槍了 原住民其實都還在拿 刀槍啊 不然就拿石頭打人 所以 很容易征服這些原住民啊 不過 我做很建議 殖民 美洲的話 你盡量是把中美洲 跟 最好是把阿茲特克跟印加也征服掉 因為那邊 只有阿茲特克跟印加有大量的黃金 現在大家都有看到 我說真的 這個遊戲真的很難去解釋 因為他的那個 System太多了 我真的是解釋不完啦 這個 不過我現在是講的是說 這遊戲我是最佩服的地方 就是說 他每一點都把每一個地方的國家都 背起來 像 我們來做個比喻好了 嗯 帶路一下 你們有看到 這也是滿洲 這時候台灣是滿洲嘛 對不對 我們來倒退幾年看看 再倒退 大家有沒有看到 明朝 這邊旁邊寫著 正 客 以前我們塗台灣 台灣歷史都知道嘛 對不對 啊這個 正 金 還在倒退幾年 荷蘭等一下 還是正經 再調年月日 正 前 公 很厲害喔 這個遊戲還蠻給力的 這個國家的這個 誰佔據啊 他都寫的一清二楚 不過他 最讓我最服服氣的地方就是說 喔對有西班牙佔領過 啊 對 如你們所見 你們看一下這些 如果你玩到越後期的話 像是我點這個美國獨立戰爭 嗯 如果你們美國獨立戰爭選西班牙的話 嗯 會不錯 因為西班牙的那個 這個時候西班牙的殖民地很多 這一塊一塊一塊 而且連這個阿斯特克的黃金啊 印加的黃金都是西班牙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玩西班牙的話 是還不錯的 人家巴西 人家葡萄牙只有佔領巴西 巴西的部分 也只有咖啡可以喝而已 我說了沒有做法各位 這時候還有美國啊 還有 法國大革命 大家也知道 美國這個時候土地很大 我再進個版面看看 墨西哥 大家有看到 出現墨西哥 南美洲的國家都獨立了 這時候西班牙就變得很無力了 所以還有攀軍戰爭 你們都看到了 真的 不過我現在解釋成這樣 我先建議大家 如果你們是新手的話 剛開始接觸這個 遊戲的話 盡量是先從 西歐小國家開始 西班牙 葡萄牙挑一個 我是挑葡萄牙 為什麼 因為我怕 法蘭西會跑來打你 有西班牙幫助 有西班牙幫我葡萄牙當助 然後比較不會怕 法蘭西來直接 越過來 騷擾我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的存檔 我一開始我玩葡萄牙的時候 就是 佔領了 美洲 佔領美洲的話 會比較吃香 小國家嘛 大家都知道 哈哈 等一下喔 這個態度 因為我的那個 檔案還蠻大的 好 大家都看到了 看到沒有 這個時候 我把葡萄牙 把整個美洲都站住了 呵呵 自己想想看 這個美洲一塊一塊地 都是你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感想 這個時候 你應該說 嗯 算翻了吧 而且還有幾個原住民部落呢 呵呵 啊當然說北部 都有那個 英國啊 來搶 不過身為殖民者 就是要貪心一點 你們知道的 不只連美洲都要搶 連非洲開普遁這個地方 都要搶 開普遁也是黃金的造產地 一定要 連澳洲都也搶 呵呵 大家看看這邊 嗯 電腦其實也會 殖民的 連西伯利亞都殖民不去 連這個 日本 大家可以看看我玩明朝的 存檔 這是我玩明朝 好嗎 來吧 好嗎 在這個地方 唉 大家就有看到明朝 我玩明朝的時候 我把滿洲給征服掉了 然後連日本都給他征服掉了 塞綠冰殖民了 然後連澳洲都殖民了 紐西蘭就只有佔北部而已 所以這應該說 這是要改變歷史啦 對 這叫改變歷史 智利 所以這個時候我玩明朝的時候 我連美洲都佔領了 不過這個時候因為 那個時候歐洲已經 因為歐洲國家嘛 從美洲都是從 美洲的 右邊殖民過去這樣殖民過去的 所以 我是從亞洲這樣 從上面殖民殖民 殖民殖民到這邊 也只有到 中美洲的部分而已 啊對 像這些空白的地方是不能殖民的 有些地方是不能殖民的 你想一下這個大盆地啊 這些地方你覺得可以住人嗎 那麼冷 對不對 光良之地 大家也看看亞馬遜這些 你以為叢林可以住人嗎 哈哈 雖然說我現在就 我今天就是先跟大家介紹這個遊戲 但是說 要說 要說解釋這遊戲要怎麼玩的話 其實說 我要解釋蠻久的 我是建議說大家先 摸索一下 我的窄點就已經放在下面的那個 那個說明欄裡面 大家可以去下載一下 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 放在 可以留言給我 有空跟你們講怎麼 怎麼 用就對了 啊我今天就先 用在這邊了 好 就先這樣 謝謝大家